最近有一位朋友来和我说 他辞职当全职妈妈之后 面对许多处 的确离开职场转变为全职妈妈 会面对许多的挣扎不安和恐慌 一方面担心家里经济少了一份收入 二方面担心中断了事业 以后就很难再延续 有人觉得转职为全职妈妈是一种牺牲 但是从生命的历程来看 其实这样的选择是对女性的一生 以及下一代的成长非常关键性的祝福 因为有这样的身份转换 让女性对不同角色 会特别有更多的同理和理解 尤其自己亲身经历了 如何以生命来陪伴和滋养生命 这更是一身弥足珍贵的历程 而对于孩子而言 母亲全时间的陪伴和关注 让孩子自小就感受到 充充分分的爱与关怀 就能够成长出稳定的性格 以及爱人的能力 还有人会担心自己当全职妈妈 会做得很不好 但其实现在除了书籍 大量网络资讯可以学习之外 还有越来越多妈妈互助团体 可以交流和分享经验 别忘了每个母亲都是这样 从零开始学习 这是一个不会孤单的历程 然而要提醒的是 丈夫的支持很重要 除了要帮助丈夫了解 您所面对的心路历程 还要为可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彼此协助 体谅 并且兼顾彼此的共识 相信选择当全职妈妈 会带给你的家庭 现在以及未来莫大的祝福 唐福克家庭协会和您一起 帮助孩子飞往光的地方 因为那里就是安全与希望